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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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而堅持 到底 看著你 我不願 再逃避 你的笑容 太多美麗 我難以 呼吸 你是否會說 說你願意 你出現在 我生命裡 難以抗拒 難以發開局 我會拼盡 拼盡全局 只沒有你 給我勇氣 勇氣 我願為你 付出我的全部 不願 只想給你 給你 幸福 給我月 不會 走 ije 立刻 知到哪兒出現問題了嗎 陰心甲 真正好的设计作品 是应该有生命的 是鲜活的 不是靠一堆布料 拼成件成衣这么简单 而在这里 我看不到高级定制 应该有的生命力 说白了 我们去买鱼 也知道买活的 买新鲜的 衣服也是一样 布料是死的 可是我们做出的成品 应该是活的 是应该有生命力的 它是动感的 它是有性格的 这不光是靠技术 就可以完成 但在我这儿 必须完成 我明白 生命给人带来希望 任何有生命力的设计 才能成为永恒的经典 这一季的新品 要在我新店 推出的时候用的 它代表着 我新店的风格和气质 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让你们改来改去 我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拿出新的作品 而且让我满意 既然你们都把自己 看作是设计师 那就请你们多注意细节 高级定制的最终目的 是给人穿的 而不是挂在这儿 让人看的 知道为什么滑轮推奴 她的橱装模特 都是要特殊定制吗 是因为要凸显 设计师作品的亮点 维密给自己的签约模特 聘请了专业的营养师 促行师 严格地把控模特的身材管理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为了让模特 可以完美地表现 内衣的最佳美感 这就叫专业 你们这些东西 都不是我想要的 白总 白总 您 您的谁 说事 刘露来了 她想见您想定制一件礼服 有预约吗 没有 她的卡还有多久到期 一个月 晓妮 帮我应付一下 毕竟是你的老客户 不不不 她说的是谁啊 刘露 走吧 晓妮姐 我还得去给白总打负文件 你先去 我一会儿去找你 翠翠 你这转正 直觉转去白总 你当助理了 不是 晓妮姐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那单不是 交给白总做了吗 我就顺带脚被烧过去 就打打杂 你姐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找她有点事 忙着谈恋爱啊 忙的都没时间管我 晓妮姐 你们也知道 我姐吧 特别不放心我 就她那儿 您可别 是吧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收下的事 就看你的造化了 晓妮姐 我是想跟你说 不管我人在哪儿 但是我的心 永远是跟晓妮姐 共进退的 你知道吗 白总从来不喝白水 是啊 谢谢啊 晓妮姐 脱脂奶 不加糖 陆姐 好久不见 怎么是你啊 你们白总呢 我们白总今天有个 特别重要的客户 他出去见客户了 刚好不在 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我讲 我们这一季的春夏目录 特别美 我们这边看啊 等等 过来 我正要找你呢 你那个闺蜜顾佳 他上次放了我一次鸽子 到现在人都找不着了 什么意思啊 是吗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那天可能心情不好 说话有点冲 但是他总不至于 装话到一半 就把我撂那儿 说走就走 这也太不专业了 共加是个很靠谱的人 也很有责任心 可能是你们中间 有一些误会吧 工作嘛 就算有什么不愉快 也犯不着跟钱过不去 是不是 算了 那件事情 我也不想再追究了 要不你劝劝他 就说 我这一次的颁奖典礼 还想跟他合作 好 没问题 那我们这边请 来 我说了 这事我不去 你干吗不去啊 你不知道这次流露 是最佳女配的提名吗 你给她画上一个完美的妆 圈里人都看见 对你的诗有帮助的 你可得了吧 圈里人可都知道了 一个戏演了不到五分钟 还得了个提名 铁定就是走后门了 大家都把这当笑话 我可不想去透这个热闹 你管人家演几分钟 你只要给她画一个 完美的妆容 你就赢了 你说流露那个人 我们俩还不了解吗 出了名的挑三拣四 败高踩低 你说说 我就是给她画成天仙了 她能记住我好吗 她不能 对 她是那样的人 可她有句话说 那没错 跟谁过不去 别跟钱过不去 你就当是一份工作呗 我真的不去了 再说了 我还有事忙着呢 你忙什么呀 我去 你赶上当厨子了你 这不是正常做饭 都需要你们来钱吗 那是正常做饭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你这双手 是彩妆师的手 我跟你说不是做饭的手 是不是徐欣颖想你的 不是 是我自己想明白的 你说说 咱们辛苦工作是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能够快乐的生活吗 是不是 你说我之前 勤勤腾腾地做这个做那个 委屈自己了 我最后得到什么呀 你最后得到什么了 这房子的贷款 你以为大风光来的 是你心心痛苦挣出来的 你说我现在生活也不差呀 是不是 也不缺少什么 再说了 你说踏踏实实地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不是挺好的吗 再为了那点事 这个心中的大家不开心 多不好呀 你说你这心灵鸡汤 肯定是那徐欣教你的 可是小妮 你为什么总是对徐欣 有一百二十个不满意 一百二十个不喜欢呢 我就是不喜欢 因为你变了呀 因为它影响你了 它可以没有伤心 但它不能影响你 把你拽得你看 你现在也没有事业心了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不了解它 你只要了解它 你肯定不会这么说的 要不然这样行不行 反正周末啊 我们要去野春去 你跟我们一起 就当放松放松 怎么样 可没空放松 这白总下派的任务 我还完成不了呢 留路那单你可以不去 但是我们工作室 马上有新品发布会了 你不能不管了 那当然啦 你说你的事我一定到场 我真难你没办法 行行行行 今儿在这儿吃饭吧 你先过去休息一下 去去去去 喂 喂 天小姐 你好 您是苏总 很高兴天小姐还记得我 怎么会不记得呢 苏总找我有事吗 上回请天小姐吃饭 实在是虎头蛇尾 很抱歉 不知道今天晚上 能不能给我一个 弥补的机会呢 今晚啊 怎么 天小姐今天已经有安排了 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事 那好 那就今晚见 好 那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 嗯 顾小家 正好 我今天不能在你这儿吃饭了 已经是我们的事 为什么呀 谁那么重要 连我的哥子也发 有新情况了是吧 是不是要去跟那个展望 烛光晚餐啊 什么展望啊 我这是我们工作室合伙人 也是我办个老板 你说他叫我能不去吗 谁知道你呀 一时一个变 反正你自己心里 晕得清就行了 你自己晕得清就行了 别整天心灵地 我走了 走 小妮 这是一点小意思 向你赔个罪 苏总 您太客气了 您说您请我吃饭 还送礼物 再说了 没有那么严重吧 还用赔罪 小妮 你先不要拒绝我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礼物 你一定会喜欢 打开看看 打开看看 好 天哪 这是卡登弗 其实不瞒你说啊 我在大学里学的也是设计 只不过因为我太笨 做不了设计师 这块面料 是我很多年前在国外讨到的 我现在也种不上 我想能够帮助你的设计 锦上添花 苏总 你知道吗 当时这块面料 我在欧洲市场找遍了 一直找不到 葵楼是羊绒面料当中的黄金 但是真的太贵重了 就是因为它是黄金 你才能收下 因为在你眼里它是黄金 在我眼里啊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品 俗话说啊 东西落在对的人手里 才能发挥作用 收下吧 那好吧 谢谢苏总 我真的真的非常喜欢 那我就收下吧 喜欢就好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还有一个小事情 要麻烦你 您直接说 我在一个汽车品牌公司 有一点小股份 今年赛车手的服装 我想请你操到设计 赛车服 它的面料的科技含量 是最重要的 设计是其次 可能我没有太多的 发挥空间吧 今年在赛前 有一个大的媒体发布会 我想请你设计的是 赛车手见媒体的礼服 这听起来比较有意思了 因为在我的概念里 我想起赛车手 都是被头盔跟赛车服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如果战士推下战场 能卸下铠甲 可以展现出 他们另外一种气质 说得太好了 这个工作被你莫属 苏总 我知道这个机会 对于我来说非常难得 我也很珍惜 可是 我不能答应你 晓妮 你是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什么顾虑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现在是白总手下的人 我要是背着白总 接这么大一单生意 不太好吧 怪我 把事情搞复杂了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就当做一份工作 告不告诉白总 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再说 现在离赛事越来越近了 我是真的找不到 比你更合适的设计师 就当帮我一个忙 你要是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合作愉快 行了 不说工作了 咱们来吃饭 来 来 是刚起点招容机回去 正太晚了 我再不回家 我爸会骂我的啊 晚什么啊 你多点人你妈骂你 不是那帮送我喝多了 很大点的 跟我来 你跟我去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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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来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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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是不能出什么事 可是你跟田晓妮 你俩这刚好正是关键的时候 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 你知道吗 行了 我知道了 我真知道了 你别光知道光明白 老师 你就听我去劝也行不行 凭我阅人无数这经验 那男的想什么我都能猜出来 肯定没别好屁 我一直听着呢 真要担心的话 我也是担心晓妮周围 有像你这么不着聊的人 所以你就别操心了 我怎么了 是 咱俩刚认晓妮那时候 我觉得这姑娘有不错 但是现在她不是你女朋友 再不是人也不能干 这么猛不蛋的事啊 你真的你上点心 晓妮电话 晓妮电话 我跟她说 我跟她 不 我跟她说 我直接问她 我直接跟她说行吗 我直接跟她说 我直接问她 好不好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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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妮 怎么了 想求你个事 我刚接了个订单 是去赛车手座衣服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想找你去月经 那个 赛车服啊 它这个尺寸 尺码 包括它跟头盔 还有那个颈套 它是练一起的 所以 你挑一天 那个老展问你昨晚吃饭 你男的谁啊 你都 去 拿回去 我 别理他 大家喝醉了 好 这样吧 我看也来得及 待会儿我去赛车场 帮你确认一下 之后咱见面聊嘛 好嘞 过来 我们去 是 老板 好 我去 那要零啊 一辣 那要零啊 你呢 这什么时候出来了 怎么了 展哥 好 电话就去屋车 好 晓风姐 晓风姐 那个拍摄目录的摄影师和模特 马上就要到了 但是现在出了点小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联系不上我姐 你联系不上你姐 我跟她说好了 今天来这儿拍目录的 怎么会联系不上呢 是 我知道 但是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她还没起呢 所以我觉得 要不然就是睡过了 要不然就是临时有什么事 我跟你说 顾佳在这方面特别地靠谱 根本不可能 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吧 有 有可能 快说 有可能怎么了 不是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她 她最近吧 她就特别不爱说话 然后整天整天地 只要不工作 就把自己关在家里 关在家里也就罢了 她除了吃饭 她根本就不出房间 不出房间 不出房间 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她天天随身秘秘的 我没办法 坏了 李浩那帮债主啊 肯定要找上门来了 不是 那些人怎么知道 新家地址呢 不能吧 不是 咋能不会 我跟你说那帮人可悬了 那帮人上次就 就就给她寄了好多恐吓信 她可能是吓着了 不行 我再给她打个电话 关机了 去 不行 咱们得回家看看 嗯 走 走 那 那 咱们得回家 展哥 冬的车已经还了 您怎么样 好点吗 好多了 来 喝点水 闻闻事 你刚才真把我吓死了 衣衔啊 我怎么不知道 你有这毛衣呢 我没事 别开玩笑 到底怎么了 别婆婆妈妈 我真没事 展哥 这够辣啊 展哥 展哥 别破嘴 王朵拉 你这是在干吗 展哥 这是人家精心 给你准备的午饭 吃完午饭之后 你就穿成这样领车啊 你竟然是过来做车模的吗 你穿成这样过来干吗 我警告你 以后穿成这样 不准来赛车场 你这成天都躲着我 我还练什么车呀 看什么呀 干活 你自己看 就看脸 别往下看 这才是王朵拉 才像过来开赛车的 才像过来开赛车的 你穿成这样是干吗 我麻烦你 别再闹了 把赛车服换了 好吗 好 来 那你关起来啊 那田晓妮穿成这样 你就喜欢 我穿成这样 你多看一眼都不愿意 你有没有那么嫌弃我呀 我需要跟你解释吗 你当然有需要 因为 从今天起 我正式宣布 我王朵拉 要追求展望 好 展哥 我们去热饭 王朵拉 你是不是疯了 你真大你的眼睛 好好地看看 我才是最适合你的人 你说我的长相跟身材 哪点比田晓妮差啊 而且我们还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爱好 我还可以把你的事业 当成我自己的事业 这听晓妮是没有办法比的 你还掉娃娃吗 掉娃娃 这么幼稚的东西 而且 娃娃界里的娃娃都是廉价货 才看不上 那就不用比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吗 你到底选不选我吗 不要碰你 站在这里 也别问 否则我们连朋友都没有做 好好好 我知道 现在在你的眼里 你的心里满满的都是田晓妮 你 没关系啊 我可以跟他公平竞争的 把我是绝对不会输的 不用真 这不是赛车比赛 不是谁赢了选谁 麻烦到这儿你就好好练车 你去哪儿等等我嘛 门怎么开的呀 这不是你开的 我 我姐不会是被绑架了吧 小妮姐 不会吧 那怎么办 我去打个电话报个警 报什么警啊 那绑架就来不及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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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腿啊 帮扎上 嗯 然后把水烧开 水烧开了之后 肚子朝上房间 你管他挣扎不挣扎 你一定要下得狠心 你送他去 来 等我儿子 我给你 我给你 行行行行 必须进去你的 快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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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你们俩 绑架 你们俩会不会太夸张了呀 什么我们夸张 你电话不接人消失 我们一回家门场着 你让我们不往歪里想啊 不是 不是 我今天早上起来叫了个外卖 可能没把门给关好 结果风一穿门就开了 我真没事了 你们俩赶紧回去忙你们了吧 忙什么呀 你今天答应我给我们的新品目录做彩妆设计 忘得一干二净吧 对不起啊 我这两天有点事忙还真给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忙什么呢 对不起 那现在怎么办呀 要不然我现在收拾一下 咱们现在去吧 现在去 现在去 黄花菜都凉了 我已经改明天了 我家你可真行 你说你大白天呢 你把家里捂得严严实实的 你在那儿 你在那儿跟那个气象男 爆疗啊 什么气象男啊 人家是有名字的 人家叫徐欣 顾佳 你来真的啊 我就觉得 我们俩还挺像的 都是从外地来北京上大学 然后上完大学之后 我在北京做化妆师 她呢就在延庆做一个气象观测员 我知道 可能她的条件在你的标准里边 有点太普通了 但是 我觉得人还挺朴实的 以后你有机会认识一下 你就知道了 晓妮姐 言庆算北京吗 知不到呀 那不是她工作性质决定的 她非得在那儿待着吗 可是她 她业余生活很丰富的 你知道吗 她宿舍门口 开了好几畝地儿 种了可多的花菜蔬果 全是有机 全是她自己种的 她还邀请我 跟她一块去采摘呢 你要是有空的话 就跟我一块去 我跟你说 她那儿可美了 又安静 完全是脱离城市那种喧嚣的节奏 你知道吗 喂 顾佳 你为她下药了吧 下什么药 她喧嚣呢 不就是个种地的吗 种地的不就是农民吗 什么农民啊 不是顾佳 你要想吃有机蔬菜 你们家门口哪个超市有卖的 你要想去采摘 咱们可以去农家乐 你不能为了采摘有机蔬菜 你找一种地的吧 不是 这跟采不采摘 这这这有不有机 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了 人家也不是一个农民 人家是一个气象观测员 气象观测员 也算是科学家 比你们俩懂得多呢 你行了吧 还科学家呢 你可别逗了 科学家 行 我就当他是个科学家吧 但我告诉你 现在造核导弹的 干不过卖茶叶蛋的 他是什么 七项元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万块钱 顶到头了吧 够干吗 够你买包买化妆品吗 够你还房贷吗 够你们以后生孩子吗 那我也没有兔他的钱 可是你们俩条件相差太多了 人往高处走 人家都是找好的 我又没让你帮大款 可你怎么越活越抽抽呢 难道你以后想养着他吗 我就是觉得他会做饭 会照顾人 然后人朴实 会有责任心 真的 那找男朋友 不就是找这样的啊 你这样啊 保伍都能做得到 不务他 就是 姐 那要照你这么想啊 那我们还在北京 混什么呀 对吧 回老家得了 我给你买块地 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你种花我都行 不想跟你们俩说 不想跟你说呢 快 怎么了 怎么了 刚刚我们聊天 你一直开着视频啊 那我说人家什么农民啊 种地的 不全都听见了 听见就听见了呗 我又没有一辈着他说 他说咱们说的都是事实 对吧 那他一个月是 挣不了一万块钱 田晓妮 你能不能不要再用你的理论 来批判我了 你每一次都跟我说 这个为我好 那个为我好 你有没有想过 什么是真的为我好 再说了 我们两个本身就是两种 不同类型的人 为什么你一定要强迫我 走你走的路呢 不是 如果这样我没有强迫你 我真的觉得他配不上你嘛 是啊 姐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小妮姐 人家也是为了你好对吧 那你看人家小妮姐 人家见过的男人 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你怎么说话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 我的意思是说小妮姐有经验 对不对 那人家给你操操心 帮你指点这件 把把关注好 用不着 我用不着你们帮我操心 用不着你们为了我好 我自己开心就行了可以吗 不是 顾佳你去哪儿啊 她不会是去去那个什么 找那个农民了吧 就延庆那个 姐 不 没胃口啊 怎么了 没事 我姐就是吃不完你做了饭 我姐就爱吃我做的鸡汤 是啊 我又是 喂 程翁 对不起 我下午事太多 我给忘了 你现在在哪儿呢 没关系 我正好有办点事 这样吧 你先出来 我带你去的地方 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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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告诉我 到底去哪儿啊 到了 去哪儿啊 好 你带我来这儿呢 怎么样 你不要看我笑话啊 这次啊 我新学了一招 看着啊 要哪个颜色 死了啊 死了 好 定了 出 确定了啊 天啊 爸 怎么了 有没有人再来的 行啊 小路 我要点粉啊 粉啊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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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来厨房留给你了 看在你今天帮我抓娃娃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做顿饭 不过你得帮我打下手 你走吧 来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该我问你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病了吗 我要给你做饭啊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让娃娃管家开的门 我说是你家属的聪明吧 那管你没有 这样来了 这一块儿吃一点吧 试试我的手艺 不用了 你慢慢吃吧 去吧 晓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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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 不是 晓妮 你 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你不是说要留下吃饭吗 人饭都给你做好了 赶紧回去吧 不是 待会儿饭菜凉了 吃了拉肚子 不是晓妮 我真的不知道她要过来 否则我也不可能 把你给叫过来 是不是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晓妮 你那么大岁数了 还脚踩两只船 有劲吗 晓妮 我 我跟她真的 什么关系都没有 那你跟她 到底什么关系 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 我不平 那她一个姑娘家 大大方方在你们家 随便就进去了 我只相信 我眼睛看到的 感情这事眼里揉不得沙子 晓妮 你听我说 我 我 好 我不问她 我问你 那我们俩呢 什么关系 不是 朋友 不是 没有 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晓妮 甜 晓妮 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不知道她今天过来 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好心 听说你病了 就想来照顾照顾你 她给你做那么多好吃的 她给你买了药呢 那你怎么知道我病的 我下午去了趟医院 我跟踪我 我没有 医生全都跟我说了 她说你三年前出了车祸 好 救伤发 好 谢谢你 麻烦你求求你 以后不要再闹了是吗 你别生我气嘛 你别又说不给我当教练 这种话行吗 我不生气 等等 就还你 这是我费了好大力气 才给你找回来的 本来想跟她求婚 给她戴上 可是来不及了 你也都吃了饭 来 我不吃了 你看我这整晚饭都吃好 实在是吃不下了 吃不了就别硬吃了 吃不了就别硬吃了 来 就我吧 好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介意 我就是觉得浪费不好 不是 我没有没有介意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不是不是 我不是说你吃东西挺好的 我是说就是我觉得 不行啊 你到底享受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 我和你 我们两个一块做饭 然后一起把它吃完 这种感觉挺好的 我前两天在网上 看了一篇帖子 它就是调查大家心目当中的 爱情是什么样的 有人就说 爱情其实就是两个人 吃完一个KFC的全家桶 我就觉得那种感觉 跟我们俩现在挺像的 对吧 你嘴上有油 谢谢啊 姑娘 来到这儿多玩几天 明天我带你去果园 不行 我明天得回去我工作了 放假啊 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我之前答应过小妮的 不去也不好 人活这一辈子图了什么呀 不能光为了那些生外之物吧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有些东西是拿钱换不来的 那 那你现在觉得快乐吗 当然啊 我觉得 这儿就是我的娃尔登户 这里的生活平静安逸 我对于现在的状况 我觉得挺满意的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这不是怕打扰了 你这片糊的平静的人 别闹 徐欣 其实 我觉得你和小妮之间 有很多误会 但这些误会 都是因为你们不了解 而造成的 小妮吧 她的确是一个就是 事业心特别强 特别强势的女孩 但她真的不是你所说的那种 那种物质型的女生 当然了 你说你的好对吧 她也不可能像我这样 这么深刻地体会到 所以我相信 只要你们多一点时间相处 一定就会好起来 要不然 要不然明天你陪我一块回去 然后等我们收工以后 我组一个饭局 这样多聊聊 会不会好点 顾姐 我这个人呢 不大会聊天 又不大会交集 而且我觉得大周末呢 还往城里跑 就为了吃顿饭 要不然 要不这样吧 我看下周六啊周日啊 天气都特别好 你把小妮叫上 上咱们这儿来 我带你们去果园 彩蘸 野餐 你看怎么样 好 您先多吃点吧 行 你不吃了 真的吃不下了 嗯 你姐还没来啊 是啊 她可是昨天晚上就没回家啊 小妍姐你说她要是不来 我们怎么拍啊 词曲 李宗盛 却装作不在乎 像云淡风又轻 时光飞逝每一分钟 都盼望看到你笑容 需要多少期待才能重逢 如果一个人爱 勇敢爱 怎么会你向爱却分开 为何一转身才发现所有的错 都不该 如果勇敢的爱 勇敢爱 怎么会留下那么多伤害 勇敢的去爱 我为你停止最美的爱情 如果真爱 只有时间能够证明 瞬间没有恨 我的梦想你永远会懂 多少年向往海过天空 你给我猜脱心跳和感动 在雨中我和你再次相拥 如果勇敢的爱 勇敢爱 怎么会你一生爱却分开 为何一转身才发现 所有的错 都不该 如果勇敢的爱 勇敢爱 怎么会留下那么多伤害 勇敢的去爱 我为你停止最美的爱情 勇敢爱 停止最美的爱情 勇敢爱 停止最美的爱情 最美的爱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